中秋节在农历8月15日 所以也叫八月节 中秋节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 在这一天,中国人都吃月饼和观赏月亮的习俗 中国人常说,月到中秋分万名 就是这样,冬天天气很冷 夏天常常迎天下雨 春天又常常刮风 都不适合在房外观赏月亮 只有秋天天气好 八月十五的月 看起来又大又圆又亮 一家人坐在院子里一边吃月饼水果 一边观赏月明 这是一件十分的事情 中国人大多数喜欢圆圆的月亮 这是因为圆月象征着亲人的团圆和生活的美好 我底花滑通作的时候 我一定从梦冷藏在感情中 注与我为~~